2018年才刚到来 玻里维亚首都的拉巴斯的街头 却上演珍宝警察 向抗议群众发射催泪瓦斯的紧张情势 而抗议导火线 起因于政府去年12月 颁定的新刑法修正案 其中针对卡车司机犯罪 以及医疗不当行为 定定了更严格的处罚规定 不仅是卡车司机 愤而进行武装罢工 身穿白袍的学生 也加入群众运动 而总统莫拉莱斯 则批评抗争行动 来自于反对派的阴谋 然而抗议规模在最近两周 进一步扩大 福音教派团体 传媒组织 以及各行各业人士 也纷纷挺身站出 表达对新刑法限制 对他们运作自由的忧虑 民以高度沸腾 深知水能再周也能复周道理的莫拉莱斯 也只能从善如流 选在21号对外宣布将提请撤销新法案 对民主的忧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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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民主的忧虑 都要求两个东西 对民主的忧虑 对民主的忧虑 连任限制 莫拉莱斯从2006年上台以来 至今已连续执政满12年 成为波利维亚有史以来 任期最久的总统 他也计划在2019年任期届满时 寻求第四度连任机会 原始新闻网易 赶若编译